真正修行 头一个就是不被染污 怎样才不被染污呢 生活在这个世界 生活也好 工作也好 厨师在人间屋 不受外头境界干扰 什么干扰啊 我喜欢干扰了 我讨厌被它干扰了 要怎么样呢 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 不是木头人 非常亲切 就跟对自己一样 就跟对真佛一样 今天阿弥陀佛来了 我们用什么心态对它 那我要用这个心态 对于所有一些众生 这个人是善人 阿弥陀佛 这个人是卧人 也是阿弥陀佛 善卧是他的习心 不是他的本性 他的本性是阿弥陀佛 习心是假的 本性是真的 我们要对待真的 不对待假的 假的不善 慢慢我们会把它转变成善 我们要做好样子给他看 我们要多把四十丁相 讲给他听 诸法实相 这就是佛法了 诸法实相 就是对一切诸法真正觉悟了 真正明白了 那我们的对象 我们的对象包括 包括菩萨摩沃尸 包括九法界一切众生 这叫真意修行 这叫婚姻修行 齐心灯念 全是这些概念 没有其他妄想 他能不成佛吗 我们明白了 明白了就真感 天天把这些妄想吸气 大化 断不容易 越来越大 一年比一年短 一个月比一个月大 一天比一天不容易 在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大 那进步就太快了 真修 真干 我们跟阿弥陀佛走得越走越近 我们跟六大轮回 跟生死走得越走越远 跟阿弥陀佛越来越近 这条路 过敏大道 真正能转法轮 真正能转法轮 不过敏大道 再次见到 那边 我不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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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要